看来不是老人爱说谎 是爱说谎的人都变老了 在佳琪的几番劝说之下 老人还是说了出来 当年啊 小陈那个白事啊 还是我帮忙操办的 给他换衣服的时候啊 我一不小心 发现 回到警局后 他们开始总结线索 他们通过了解得知古小陈自杀时 他的胸部有损伤 难怪突然自杀了 也是受到了侵犯 而通过于敏的照片得知 他患有乳环 一个两个受伤部位都在胸部 已经不能用巧合来解设 他们在吃晚饭时 给我一份情侣套餐 一份情侣套餐 这位先生要什么呢 他和我一块儿吃情侣套餐 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同事就不能吃双人情侣套餐吗 我是看人家吃的好吃 学人家点一份 不可以吗 可以我马上帮你下单 这位小姐要什么 我就只要一份普通的晚餐 这时他们注意到对面的情侣 经过对他们表情的一番解说 他想起了之前他们的回答 为什么还这么做呢 此时的徐朗也陷入思考中 回忆着他们所说的话 再次将鱼蓉请回警局 然而鱼蓉此时的精神状况 不是很友好 佳琦为了案件 还是请她好好回忆 因为这对她的案情可能有很大帮助 她同意了 当询问到她妹妹时 她双眼瞪大 像是看见什么恐怖的事情 这把佳琦都吓到了 随即说道 鸣鸣说 她也想好好生活 可是我经过她的生活 一切都改变了 一切都没有办法往回 是莫莫 海恩哥你知道吗 男性的性染色体是XY 女性的是XX 外染色体上大约还有78个 蛋白质编码基因 而X染色体上则有1098个 也就是说 在人类进化的几百年的过程中 女性比男性多进化出了 1000多个基因信息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女性进化出来的 这1000多个信息中 大概全都奉献给她们的想象力了 在她们结束询问之后 开始了她们的分析 谢磊觉得恶魔是指阿斯莫德 佳琪觉得她表现很真实 而徐朗说 她已经露出破绽了 你们看她最后一个表情 真正的微表情 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之一秒 她这样的时间太长了 福尔摩斯说过 观察和看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实在学会观察的话 我会给你个忠告 女人 天生就是说谎的天才 这时唐森也反应过来了 徐朗随即派佳琪前去查看 图灵胸口是否有伤 佳琪回来禀报 果然和徐朗猜测一样 佳琪询问原因 徐朗只是说了一句 当时没有你给我的注意 但其实呢 一切早就有机可信 又将古氏夫妻请到局里 唐森说起余荣在审讯时 有过精神恍惚的症状 清醒后她所陈述的内容就前后矛盾 因为正常人对于编造的内容 是没办法进行非线性回忆的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你对自己的症状应该是了解的 并且加以利用 不 我没有 随后问了一句 余敏在这儿吗 她的眼神开始不对了 精神分裂的一个典型症状 就是感知觉障碍 最突出的感知觉障碍 就是幻觉 比如 幻视 幻听 幻触等等 余荣的表情已经解释了一切 这也是为什么她说谎没被破绽 这时的俞荣已经失控了 黄成那是变态 他抢见了小军还有秘密 他伤害了他们 你们知道吗 知道吗 徐朗疑惑她为什么会知道个事情 俞荣这时说 俞敏在日记和遗书里都说了 徐朗这时也发现为什么 他对那段事情描述的很真实 古心思这时也说起 黄成患有口腔性依赖 而这个病如果得到刺激 会再次复发 海洋这时手机响动 接听后告诉众人 黄成不见了 徐朗他们赶往黄成家里 告诉图灵他老公做的事情 并且询问他现在在哪 图灵不相信自己丈夫是那样的人 在佳琪的一番劝说下 图灵说了 自己在黄成手机里设置位置共享 根据位置共享 警察成功找到黄成 也解救下一个姑娘 俞荣他们是报仇了 但这一举动 却差点害了一个无辜女子 以恶制恶从来不是最好的方法 他们从此也会活在愧疚里 一个男人闭着眼在天台上行走 他是梦游了吗 静一脚踩空掉了下去 死者名叫吴作风 47岁 当人们都判断他是自杀时 他的哥哥却说 我弟弟不可能自杀 不可能自杀 他一定是被那个鬼屋给诅咒了 这件事情很快上了热搜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而现在他们需要调查的就是 吴作两口中的鬼屋事件 徐朗他们当天晚上就来到 所谓的鬼屋地点 把你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吧 什么呀 打算 佛像 石灰 你带了石灰啊 怎么没有给我写 一般都没有给我写 我找了 时间不够我没找着 这直接把徐朗逗笑了 查看房间后 徐朗感觉应该是工人产生了幻觉 因为这里的光线很暗 在视觉上很容易造成误区 等他们都休息后 徐朗的状态明显不是很好 佳琪醒来 看见徐朗的样子 心里感受到有点心慌 他走近观看徐朗 感觉他好像进入幻觉 当他醒来后 佳琪终于放下心来 这也间接证明 吴作风并不是自杀 佳琪这时看见一样东西 当他拿起来看时 引起徐朗的注意 徐朗看着他 心里有了方向 开始寻找产生视觉后向的东西 随后让佳琪盯着照片看30秒 最好不要眨眼 然后看向其他地方 佳琪终于明白了视觉后向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房间太暗 没有光可以照射进来 当看见外面那个时 打电话给谢伟询问 一年半以前 老肥皂上一楼底层的广告牌 是什么样子的 好 交给我 已经发到你的手机里了 看着照片 徐朗他们找到原因所在 但还有一个问题 是谁让传播鬼屋的消息呢